记者徐一平台北报道,全国428件文字馆遭到列馆,工程总经费近600亿元,经过近12年,以达活化标准件数为337件,活化率将近8成,活化工程当初兴建的经费总和超过300亿元,其中工程金额最大的新达于港远洋博区,正在转型为海洋科技产业创新专区。 若顺利活化,将可有效大幅降低文字馆监制设施的工程总额,工程会指出,自2005年9月开始针对各地方的监制设施,也就是俗称的文字馆进行列馆,当时既有428件,工程总经费达579.54亿元的监制设施受到列馆,截至2018年第二季, 已达活化标准的设施高达337件,当初建设经费合计约335.61亿元,至于,剩余的91件,建设经费约243.93亿元仍继续推动活化,近期金额高达70亿元, 也是列馆监制设施中单一宗金额最大的兴达于港远洋博区,目前已逐步走上活化路程,预计将转型为高雄海洋科技产业创新专区等用途。 如果时序没有延宕,预期近期内渴望活化成功,可有效将监制设施建设经费大幅降低至200亿元以下, 工程会透露目前对于文字观活化的处置方式,包括每季召开活化监制公共设施督导会议, 透过跨部会协调,结合掌照、托英、清创、观光等多元措施转型再利用。 在来则市每年考核地方政府活化继续,为尽离乡者, 请补助型计划的相关部会调整减少补助款。